大家好 我是沖先生 歡迎收看沖先生的頻道 所謂有政客的地方就有政棍 有宗教的地方就有神棍 還是認真一點 俗語都說下 風水佬騙你十年八年 這些人的話術其實不用十年八年 基本上就無所遁形了 他們經常嘩眾取寵 拼個眼球 就好像香港一位肖聖的男子 經常猜錯結果 甚至被譽為燈神 輕則令你蒙受損失 傾家蕩產 重則令你思想變黃 家破人亡 他們大多數的特點是看起來 好像有一定的份量和知識 令他們可以放任地吹水 即使內容全部錯都不需要對結果負責 今天我會和大家一起看看這些人同事 和大家一起吃一吃花生 今天開始之前都提提你 記得按右下角紅色的仔去訂閱我的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選全部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更新了 關於我的紀念品網店 可以回到我的網站 沖Stock Ho 了解 而影片簡介和片尾都有不同的方式和社交平台 去聯絡我或者支持我 不阻礙大家太久了 我們直接進入主題 首先帶大家看一看這位哥頓哥 他在2001年開始出書 他預言中國崩潰 結果一直崩崩崩崩 崩到2012年他又再出 承認之前估計錯誤 計少了一年 2011年崩不到 2012年必定崩潰 今年是2022年 我看不到哥頓哥的去向 也看不到中國崩潰 暫時連裂痕都未找到 不知道哥頓哥今天過得如何 到了2022年也有人出來說 中國正在面對嚴峻的經濟前景 當然我是不懷疑的 但是在2022年的5月來說 將中國這個國家 換成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 我相信這句句子都通順 而且成立 所以算不算吹噓呢 我就不敢評論了 繼續下來 俄乌戰爭開戰未夠一個月 有人預言俄羅斯在10日內 就會耗盡彈藥和兵力 結果是怎樣 我想都不用我說了 繼續 在空氣污染的議題上 中國給人的印象 應該是霧霾、空氣差等等 我想沒有人會反對我 就連當年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都表示過 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有大多部分 建立在有意無視空氣、土地和水質量的基礎上 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應該獲得更好的待遇 公開環境數據可以促進空氣質量的持久改善 但中國在國內採取押制的手段 包括限制新聞自由 延緩了可能有助於降低排放和對環境有益的變革 懷?這樣聽起來 中國是否十惡不赦 不但務視問題 不去減低自己對世界的污染不但 還在影響世界呢? 然而 引述媒體的報導 中國7年以來所減少的空氣污染 是相當於美國這30年以來的努力 這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國家 是不會告訴你 他們對中國的工業有多依賴 更加不會指責世界上空氣污染指數 最嚴重的孟加拉和印度 講到強迫勞動的話 我就不展開了 片我都做了三條 講中國強迫勞動 自己原來罪證多多 尤其是最後一條片 有空的話一定要看一看 種族滅絕就更好笑了 中國的少數民族人口 在被滅絕的情況下不斷上升 西方呢? 我也出片說過 有興趣的話又可以去看 那些什麼 印第安人的老故事我就不說了 你連影章想做新聞都懶 你怎麼搞啊? 標題就說別人對藏族進行種族滅絕 去滅絕別人的文化 結果在照片中的學生 不但用藏語去寫黑板 在課堂上隨手更加有藏語的字典 你說你搞不搞笑呢? 真是想反問一下大家 今天有多少美國人是會說 會寫印第安的語言呢? 相反西方國家借中國的少數民族去打擊中國 製造輿論 甚至是借用來做政治的籌碼 在2019年3月 瑞典政府宣布將對來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和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的庇護申請人 直接受怨難民身份 看上去瑞典是個英雄吧? 就在三年後的今日 瑞典以反穆斯林的動機關閉伊斯蘭學校 搞不搞絕呢? 到底是誰在滅絕趕絕別人的種族呢? 關於新型冠狀病毒其實都有很多流料 美國參議院就說這個病毒是中國的武漢實驗室流出來的 結果著名其刊 刺針新冠委員會主席薩克斯 就說新冠病毒可能源於美國的生物實驗室 之前他們說中國的社會評分系統被人平反了 但他們說中國網上沒有言論自由 因為要網絡實名制 結果日本就跟風做埋 是由Yahoo!日本率先實行的 他們說原因是因為有網民不斷犯規 平台封號處理他們 他們又重新註冊 有見及此 平台就要求他們在發布評論時填寫他們的手提電話號碼 保障平台的規則得以順利執行 當然日本這樣做完之後 最後都沒有得到西方的評擊 不過有一件事他們說得對 就是關於港區國安法 提到不用授權搜證 可以永久性拘留 可以秘密取證 不可以司法覆核 可以監控人民 可以跨境執法和拘捕 可以隨意取用你的手機和電腦資料 可以永久持有你的個人私隱信息 可以要求你對事件永久保密 可以合法暗殺人民 以上說的都不是港區國安法的內容 而是美國的國安法 我指他們說得對的是 加拿大前首席法官指 港區的國安法比其他國家的國安法更加注重人權 這一點的確被記者無視 記者單純只是評論 但沒有看過內容 所謂水退後就知道誰沒有著婦 事實是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至於那些神君、政君、假新聞 假以時日 回頭看一下 你就會看到當時著魔的人 那些因為立場盲目支持他們的人 他們到底有多愚蠢 今天要說的就是這麼多 好了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記得幫我讚好 留言和分享給朋友 加入會員 每個月一杯咖啡的價錢 就可以之前我們的頻道繼續營運下去了 現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還多了個Thanks按鈕 給大家來支持這條影片的製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